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早上要与大家勉励的题目是 不要放在心上 上个礼拜我在本阿比教会跟大家分享 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心里去 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你必须永远放在心里 可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根据圣经我们是不应该放在心里的 我们一起翻到真言第四章23节 真言第四章23节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这里告诉我们要尽力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心里想什么你的行为就会做出来 所以我们要尽全力来保守自己的心 保守就是把心保守住不被周遭的事物所影响 所以我们到底要从什么情况下把自己的心救出来呢 所以今天要与大家分享几点 就像电脑的硬碟里面 如果你放了太多不必要的垃圾 那这个电脑运作起来就会非常的慢 如果硬碟里面已经塞满东西 那你再也放不进新的东西了 所以如果你的心里已经放太多垃圾 那圣经就会告诉我们不要放什么东西进去 我们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 第一点 不要把财宝放在心上 我们翻到诗篇六十二篇第十节 诗篇六十二篇第十节 不要仗势欺人 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若财宝加征 不要放在心上 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财宝加征的话 不要放在心上 相反来说 如果你失去你的财宝 也不要放在心上 其实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 不要把我们的心放在钱财上 不要整天心里都想着钱 其实对我们人来说这是很困难的 因为一早起初 因为一早起床你就要去上班 其实就是为了钱 你的工作表现也会影响你的薪资增加 如果你被升职了 或者是你失去你的工作了 这都跟钱有关系 如果你得到你的薪水之后 你拿去投资 这也跟钱有关系 如果市场往上走 你心里就很开心 如果股市往下走 你心里就很担心 那常常我们也会想 我们要如何花钱呢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把心放在钱财上 不管钱财增加或是减少 我们不要放在心里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真言第23章第4节 真言第23章第4节 不要劳碌求父 修障自己的聪明 第5节 你岂要定金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钱财必长翅膀 如阴向天飞去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要把眼睛放在钱财上 就算你是很努力赚钱的 或者是因为你很聪明 所以你赚很多钱 可是不要定金在钱财上 为什么 因为这些虚无的钱财 会长翅膀向天飞去 首先是钱财 它本身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 你无法抓住它 如果你有一点钱 生活过得去 这样就好了 如果你的心思 一直在想如何增加我的财富 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 我们是追不上钱的 就像你无法用你的双手 去抓住一只鸟 就算你赶到那里 鸟已经飞走了 因为它能够抓住它 它长翅膀 它肯定比你飞得快 这里还讲的 不是普通的小鸟 讲的是像鹰一样 你可以用你的手 抓住一只老鹰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其实钱财 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暂时所要使用的工具而已 当有一天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 钱财也跟着毁灭了 可是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 其实钱财会突然的来 也会突然的走 就像最近我们看见 社会上发生的事件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谈论虚拟货币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有很多人开始投资虚拟货币 在短时间之内 它涨了很多 所以好像没有去追的人就很傻 好像你没有跟上这个潮流 你就是落伍了 如果你说我不懂什么叫虚拟货币 你就会被人家取笑 可是现在看一看 这个整个市场几乎要倒闭了 有些人把自己全副身家 都放进去虚拟货币这个市场里 现在几乎都要倒了 最近有一个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 叫FTX 这个创办人是一个亿万富翁 可是一夜之间他就倒闭了 现在还被一些有权势的人 政府控告他 因为有很多人相信这个东西 然后把钱放进去 结果全部都没有了 甚至是一些退休金放进去 也是全部都消失了 可是就算是传统的投资市场 也是有很多的起起伏伏 哇 during the pandemic 哇 the stock all shoot up so much 在疫情期间 很多股市都是往上涨的 很多人都在追这个潮流 现在什么东西都已经往下走了 整个股市 到底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就是钱财会来也会去 就像空气一样你抓不住 如果你整天把心放在钱财上 你的心里就无法得到平静 有一天当世界要毁灭的时候 主耶稣来 All of this world of Babylon will also mean nothing 这个巴比伦就完全失去他的意义了 这个世界就像巴比伦一样 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 第十节 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十节 我希望所有的信徒 就算这里有打印出来这些金句 可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翻圣经 就算你在家里看网上聚会 也一样尽量把圣经拿出来翻 要不然到最后你连圣经都不会翻了 十八章第十节 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 挨哉挨哉巴比伦大臣 坚固的臣啊 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这里讲到一时之间刑罚就来到 巴比伦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 那刑罚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十一节 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 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所有的客商都在哭泣悲哀 因为再也没有人买他们的东西 包括十二节所谈到的所有金银宝石 为什么没有人再买这些很奢侈的东西呢 因为那时候世界上发生很多灾害 很多恐怖的事情发生 所以没有人在乎这些东西 就像地震 或者是瘟疫 饥荒 瘟疫 就像三年前刚刚开始这个疫情的时候 每个人都关在家里 会有人出门去买 买昂贵的包包或者是买钻石吗 那时候没有人在乎这些东西 那时候大家最想得到的就是口罩 大家跑去超级市场买的 不过就是马铃薯或者是一袋米 或者是面粉 那时候没有人买这些奢侈品 因为在这个时代 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可是现在疫情趋缓 大家渐渐忘了 大家忘记这些东西是无用的 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是的 我们可以买这些东西回家 可是不要把心放在这些东西上 不要花太多钱在追这些奢侈品 不要想要用这些奢侈品来彰显你的身份 不要想说我要赚更多的钱让别人看得起我 不需要 你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东西 你真正的价值在于你与神的关系 你真正的价值在于你天上的身份 并不是你身上所穿的衣服 裤子 鞋子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把眼睛 定睛望在神的身上 把盼望放成身上 我们来看诗篇第六十二篇 第五节到第八节 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第六节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动摇 第七节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 第八节 你们众民当时时 倚靠他 在他面前清新吐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来看看诗人大卫把什么放在心里 因为第十节他就告诉我们 不要把钱放在心里 不管钱财是增加或是减少 都不要放心上 可是第五节到第八节 他告诉我们 请你们把神放在心里 把盼望放在神身上 因为钱财会来会走 当他还是一个木童的时候 他一无所有 可是当神提升他成为一个国王的时候 他手中会有国家大权 可是当后来他的儿子追杀他的时候 他又要逃亡 他又失去他的钱财 最后神让他回复到他的王位上 他就钱财都回来了 可是他知道有一天当他离世的时候 这些钱财也都离他而去 所以他知道 告诉我们这些钱财不要放心里 把你的盼望放神身上 全心倚靠他 等候他 他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不要高兴 股市大涨了 或者是股市大跌了 这些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只要神提供你生活一切所需 这样就够了 我们应当感谢 第二点 不要把别人说的话放在心上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七章 第七章 第21节 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 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 第二十二节 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 传道书里面记载着充满智慧的言语 这里传道人说 人所说的一切话不要放心上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把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放心里 你心里就没有平安 因为如果你很在乎别人说的每一句话 你就会去寻找到底别人对我说了什么 然后你就会听到你的仆人在咒诅你 其实也不用特别惊慌 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你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也在背后说人家坏话的 圣经是这样说的 当你听见别人在后面谈论你的坏话的时候 你回家就很伤心 可是在你家里 你不也跟你的家人说别人的坏话吗 当你跟你的配偶在聊天的时候 你们不也说到教会的谁和谁呢 甚至你还在孩子的面前讲到教会的谁与谁不好 其实这个很重要 不要在孩子面前讲别人的不好 如果你常常在孩子面前讲到教会的软弱 或是信徒的软弱 那你就是摧毁孩子的信仰 因为孩子的心是一张白纸 所以不要在孩子面前讲这些 可能关起房门跟你的配偶私下来说 可是当我们听到别人在说我们的时候 就不要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也这样讲别人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有人在背后说我们 可能是谣言传来传去 到最后我们是最后一个听见的 请大家不要把这些话放在心里 为什么 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受伤 什么样的话不要放在心里呢 攻击我们或者是错误的论断 我们不要放心上 我们来看看主耶稣 就算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还是被人家来论断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1章16节到19节 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 招呼同伴说 17节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垂胸 18节约翰来了 也不吃也不喝 人就说他是被鬼覆着的 19节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 很多人攻击主耶稣 就像他们曾经攻击施洗约翰一样 施洗约翰也是一个从神来的圣人 他过着一个很辛苦的生活 他并不会到街市上 跟大家一起吃饭 人们就攻击他说 这个人是发疯 他是被鬼附着的 这样一个圣人 人还是攻击他 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他想要与人靠近 包括税吏罪人 还有法利赛人 这样他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当有人邀请主耶稣到家里去 主耶稣总是说好 主耶稣去到家里去吃饭 并不是为了桌上的食物 而是想要与他们花一点时间相处 可是也有人这样攻击主耶稣 说他是税吏罪人的朋友 也是一个贪食耗酒的人 这样的话就像一把刀刺到人的心里 所以如果你是主耶稣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是不是听了之后就很伤心 很生气呢 或者是向神哭说 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说我 其实主耶稣把这些话 当作空气一样 一点都没有分量 主耶稣在十九节 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智慧之子 你就会在行为上显出你的正确 你会做正确的事 即使有人在背后说你 为什么他们要在背后说你呢 因为他们没有智慧 他们看不见这个属灵的意义 他们跟你是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的 他们跟你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所以他们看不见 他们就在背后说你了 他们攻击你 所以主耶稣完全不在意 你想说什么随便说吧 可是我会继续做正确的 有智慧的事 因为行为的最后 是会显出这个人是不是有智慧 如果你所做的是完全正确的事 你就继续做 表示书你是有智慧的人 有时候你做正确的事 却被人攻击 你做好圣工 可是有人在背后 激妒你说一些话 或者是你来教会来服事神 结果在外面的朋友或是亲戚 说一些难听的话 有时候你甚至是被教会里面的人所控告 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主耶稣也面临一样的情形 当主耶稣赶鬼的时候 人们说什么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 第24节 马太福音12章24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 这个人赶鬼 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部感 我们看看 这个攻击主耶稣的话是多么严重 主耶稣赶鬼 把人从罪恶里面还有痛苦当中拯救出来 这个法利赛人是信仰上的领导者 他们没有来帮忙 他们也没有归荣耀给神 他们也没有为这个从鬼里面被拯救出来的人所高兴 他们的嘴巴说什么 这个人赶鬼就是靠着鬼王 我们看看这把刀有多锋利 如果今天你为神做工 结果有人说你是靠着魔鬼的力量才完成这件事 你觉得如何 或者是你心里是存着恶意的 要不然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会说我不做了 可是主耶稣完全不在意这些话 让他们说吧 因为他们是得罪神 就让他们这样得罪神吧 我们来看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三十二节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所以这些人想要亵渎神 想要得罪神 让他们去吧 他们想要攻击神的工人 让他们攻击吧 可是主耶稣他在意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你们或以为树好 果子也好 树坏 果子也坏 因为看果子就可以吃到树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看一个果子的好坏 就知道这棵树是好的还是坏的 所以如果有人攻击你 你就让他攻击吧 神会审判 如果他们是坏树 神会审判他们 可是要确认的是 自己是一棵好树 如果你是一棵好树 神就会与你同在 如果你是好树 你就会结出好果子 你的果子就是智慧的果实 神会一直看着你 直到最后 我知道这样听起来很容易 就是不要在乎别人说的话 有时候你听见别人说你的背后话 真的是很伤心 我知道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验 可是我用这个来鼓励自己 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有时候我们会犯错 可是神是我们的审判官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第三第四节 第三节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保罗这里说 有时候他也是被人家论断 不管他是被哥林多教会所论断 或是被别人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他都认为这是极小的事 就是说不要把别人的论断 看为是很大的事情 有时候别人在论断你 可是他们没有恶意 他们可能只想要你进步 或者是改变 或者只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 让他们不开心而已 所以他们就说你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向保罗学习 他说这不是大事 我认为这是极小的事 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 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完美 可是有一件事他很清楚 第四节里面说到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你论断我对或是我错 这都无所谓 如果你说我做错了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就改 如果你说我错 可是其实我没错 那也没关系 因为主耶稣知道 因为在我最后的成绩单上 是主耶稣要批改这个成绩的 不管最后你能不能到天国 或是到天国 是住怎么样的房子 这都不是现场任何人可以决定的 主耶稣并不会说 来让我们来投票 看看这个人能不能上天国 然后如果超过三分之二 那我就祝福他 在天国是不会这样 只有一个人是最终的审判官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 那对于别人对 说自己的论断 我们就会认为是极小的事 另外一点就是说 赞美你的话不要放心上 并不是只有别人的论断 不要放心上 当别人赞美你太多 也不要放心上 我们看真言第27章 第21节 真言第27章 第21节 顶为炼银 如为炼金 人的称赞 也是炼人 这里讲到 人的称赞 是炼一个人 我们知道 这些炉 是为了要炼 这些金还有银 有句话说 真金不怕火来炼 可是在树林上 我们也是被试验 不只是别人论断的话 还有人们称赞的话 有些人可以在别人的论断当中 站立地稳 可是当别人一直称赞他的时候 他就跌倒了 或者是因为别人称赞他们太少而跌倒 他们就嫉妒了 所以称赞是很失恋一个人的 如果你很在乎别人的赞美的话 那这件事真的可以伤害你 Let's look at King Saul 我们来看看扫罗王 1 Samuel 18 6 撒末尔记上第十八章 1 Samuel 18 第六节 第六节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 同众人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 欢欢喜喜 打鼓急盘 歌唱跳舞 迎接扫罗王 第七节 众妇女舞蹈唱和 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这个赞美的话 是同时在考验大卫还有扫罗 大卫那时候刚刚杀死哥利亚 他们从战场上凯旋而归 所有的妇女都在唱歌 那时候大家都非常地高兴 就像阿根廷得到了世界杯 所有的阿根廷人民都在上街 来赞美这些球员 你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民众 上街大家来欢欣鼓舞 可是在那个时刻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你很有可能被这些赞美声所淹没 这时候这些妇女歌唱跳舞 说什么 如果他们只是大声歌颂神 那就无所谓 可是重点是他们没有歌颂神 他们赞美扫罗还有大卫 所以要记得 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 常常赞美神 那是没问题的 如果教会里面发生什么好事 那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 可是如果你把荣耀赞美归于人 这个问题就会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比较人与人或是比较工人与工人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如果妇女只有说扫罗杀死千千 这也没问题 如果他们只说大卫杀死万万也没问题 可是他们把这两个工人放在一起 扫罗把这样的赞美放到心里去了 他们赞美我还要少一些呢 他们以前常常赞美我的 可是现在居然被大卫赢了 所以他非常的不高兴 这时候魔鬼就进入他的心 让他嫉妒大卫 因为其实扫罗心里已经很骄傲 所以当心里面装着这样的愤怒 他的心里已经失去平安了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把别人的赞美常常放在心里 那就对你来说很危险 如果你做事情只想得到别人的肯定 那这样也不好 如果我们做圣工 就不要想说是为了让自己得到荣耀 是为了让神得到荣耀 可是如果你把人的赞美放心里 你会很容易跌倒的 对大卫来说这也是一个测试 因为当人们对他的赞美太多 就让他的同工 就是扫罗王来嫉妒他 所以你听到有人赞美你 如果你听到别人赞美太多了 你应该要告诉他不要再说了 如果你听到人家告诉你说 在这方面你是最在行的 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比得过你 你是教会里面最好的厨师 你是翻译最好的人 你是谈情最好的人 在七个负责人里面 只有你才是好的负责人 只有你才去访问信徒 其他的传道都没有用 所有的执事里面 只有你才是真正关心别人的人 不要觉得高兴 不要在心里说 感谢神 你应该跟他说 帮他赶撒蛋 你如果在教会里面讲这样的话 是为教会带来麻烦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我是你的粉丝 你到哪里 我都是跟着你 我只喜欢听你的讲道 你要为他赶撒蛋 因为魔鬼用他来伤害你 就是让你可能会变得更骄傲 或者是他让你的同工讨厌你 那教会就再也不同心了 所以这些赞美的话 不要放心上 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26节 路加福音第六章26节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 你们就有过了 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 主耶稣的话非常有力量 不管人家是好心或是坏心 只要他们说你好的时候 如果每个人都说你好 那时候你就有祸了 这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 当每个人都是假装 要来讨好你 他们对你说好话 让你可以放下你的防卫 他们其实想要手上拿一把刀 从后面插进去 那你就死了 所以当人们对你说好话的时候 请你要很小心 因为有些人并不是存着好意的 特别是在社会上 这些人是想伤害你 在教会里是比较简单 可是外面的社会非常地复杂险恶 所以当人们对你说好话的时候 请你看看后面 可能后面有一把刀等着 那时候的 有很多假先知都是这样 人们对他说好话 后来后面就有一把刀 那另外一个情况 他们真的是好心来赞美你 可是他们的赞美太多了 你也把这些赞美收到心里面去太多了 你就渐渐忘记你是谁 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跌倒的 包括那些非常有能力 有恩赐的好工人 有很多人跟随他们 就像很多粉丝 所以他们最后就跌倒了 所以请不要让其他人跌倒 也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跌倒 最后一点 不要把忧虑放心上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第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第八节 务要紧守紧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通常我们念这一段 我们只念第七节 请把一切的忧虑都写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可是我们应该要继续念第八节 我们通常念第八节 也是只念第八节 其实我们应该把第七还有第八节一起读 为什么这两节可以连接在一起呢 第八节说 要紧守紧醒 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狮子 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那魔鬼是如何吞吃我们 当然他可以设下陷阱 让我们犯罪 可是魔鬼同时 也可以用我们的忧虑来吞吃我们 我们的忧虑可以成为我们被吞吃的陷阱 因为忧虑可以吞掉我们的精力 所以你看到外面下雪 你就想说好担心 等一下要怎么出门呢 你担心这个担心那 你也担心工作 你担心天气 你担心你的投资 有一点点事发生 你就很担心你的健康 你常常想的都是负面的 你也担心你的孩子 你更担心你的孙子 我们好像唯一不担心的 就是自己的信仰 我很少听到信徒告诉我 传道我好担心我的信仰 我怕我以后进不了天国 很少人跟我讲这样的担心 很少人告诉我 传道我很担心我天上的账户不够多钱 我还没有做够多的圣工 我还没有奉献够多 我很担心我亏缺了神的荣耀 好像很少人这样告诉我 我们只担心这个世界上的事 那这所有的经历 就会吞掉我们的对神的思想 还有我们的经历 所以我们来看看 看回来这个2022年 我们到底都在担心什么 你或许可以写一写 看一看你这些忧虑 或许有一些忧虑是真的成真了 可是大部分的忧虑是不会成真的 那你就是白白担心了 就表示你担心太多了 大部分的忧虑是不会发生的 那就算发生了 也没有像你所想的那么糟 因为神会帮助我们 我们每天都是好好的吃 还有喝还有睡 就像这次的学生联会 刚开始我们也在担心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所有的学生 都在教会里过夜呢 会不会大家太急 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传染 会不会大家感冒传来传去呢 是的 我们可以担心 因为毕竟是有风险的 可是所有的工人一起努力祷告 相信神 教会的负责人会 还有所有的辅导员 大家都一起努力 他们尽力来准备 告诉他们在来之前 要先做这个测试 坏筛 在教会里面上课的时候 必须戴着口罩 给他们吃维他命C 因为大家觉得 维他命C很好喝 就整天泡来喝 所以就变成后来辅导员 要把维他命C藏起来 虽然维他命C对你不错 不过不要喝太多 所以不要担心 我们只要尽力去准备就好 我们把我们不能控制的部分 交给神 这就是信靠神 交托给神并不代表你什么都不做 你只是尽力准备 自己可以负责的 可是那不可控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交托给神 所以感谢神 过去这一周 所有的学生都很健康 没有人得到新冠 连辅导员都很健康 我知道其实有些家长 要把孩子送到学生联会 应该也是有些挣扎的 如果你心里非常地担心 我想你应该也不会送来 可是如果你相信神 你把孩子送到这边来 是为了他们的信仰 那其他的神就会负责 那感谢神一切都很好 所以不要把太多的忧虑放在心里 唯一需要忧虑的就是 这件事是不是神要我做的呢 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 我能够荣耀神吗 这就是唯一需要担心的 其他的忧虑其实是无所谓的 其他的忧虑其实是无所谓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请学生们上来 献诗 我们可以听他们的唱诗 观察他们的表情 可能跟一周前的他们完全不一样 这个礼拜外面的世界 可能是非常地寒冷 下着大雪 可是在鼠邻里 这一周在教会里面 是充满爱与温暖 所以我们现在要请所有的学生 上台来献诗 感谢神在2022年的冬季学生年会 感谢这些学生为我们献诗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表情 他们的眼神看出 这一周他们深深的被神的爱所感动 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未来 请大家为他们祷告 我们现在请起立唱赞美诗485首